辖定,影像电荷大小是Q Prime,距离球星是B远,我们要求这两个值。 怎么求呢?就是利用原来的影像电荷,跟这个影像电荷一起,在球面上任何一点产生的电位,要等于零。 我们利用这个来求,那我们就,因为这个球面上的点那么多,我们找哪一点呢? 我们就找两个很特别的点,一个就是在QQ Prime的沿线的这边P1,一个就是在这边P2。 我们就利用P1点的电位等于零,跟P2点的电位等于零,我们可以列两个方程式。 两个方程式就可以结两个未知数。 好,那现在,P1点的电位,它是四πε0分之一。 QQ Prime,Q Prime,距离这里的距离是B加R。 Q Prime over B加R。 好,这个电位要等于零。 另外,P2点的电位,你看P1跟它的距离呢? P2跟它的距离呢? 是等于A,P2,P2点。 是A-R。 好,Q Prime到P2点的距离呢? 是R-B。 好,这要等于零。 好,这要等于零。 两个equations,我们可以解除两个未知数。 Q Prime跟B。 好,解出来的结果就是这个。 Q Prime等于-R over A,乘上Q。 B是这个值。 这要记住,点跌合在接地的导体球壳附近。 它的影像跌合大小是这个。 它是负的。 你看它的值比Q Prime要来的小。 B是这个,R平方 over A。 这两点决定了两个值。 这个值跟这个值。 那我们会说,你这两个是特殊点。 可能正好可以让上面的定位等于零。 我随便找一点。 你用刚刚这个Q Prime的值跟B的值, 可不可以让Q跟Q Prime使得P3这个位置的电位等于零呢? 我们还要验证一下。 所以我们现在去验证。 这一点,它的位置以球星作为参考的话。 它是R theta。 它的电位也是用点电荷的电位。 S分之Q Prime。 S分之Q Prime。 那么这个S呢,它就是可以距离从这个三角形来求。 它是等于R平方加A平方。 减掉两倍的Rscosπ-θ。 所以就是加上这个。 我们现在把B值带进去。 R平方 over A。 然后把B值带进去。 你看这个跟这个带进去。 它可以化成什么呢? 大家把A分之R提出来。 里头就是这个。 这个什么值啊? 就是这个值。 所以这个值就等于A分之R乘S。 S'是等于A分之R乘S。 好。 S'就出来了。 我们现在看P3。 VP3等不等于0。 你看把Q'带进去。 S'是这个值。 这个带进去啊。 A分之R跟A分之R约掉了。 那这就变成负的S分之Q。 正S分之Q。 减掉S分之Q就是0。 所以任意一点。 它的电位也是0。 可见的这个Q'的值跟B的值是正确的。 好。 现在我们求出它的影像电荷大小跟位置了。 我现在要问。 空间任意一个位置, 它的电位是等于什么? 我随便找一个位置。 这个球,这个球面在这里。 任意找一个位置。 P,R。 我们坐标还是以这个球面作为, 球星作为参考点。 R Theta。 那么这一点的电位, 还是由这两个点电荷产生。 所以是这个。 Q'是等于负的。 R分之AQ。 R over A乘上Q。 好。 那么S, 是这个地方的S, 要重新算过。 是等于R平方, 加A平方, 减掉两倍的AR, cosπθ。 S' 由这个三角形来求。 它是B平方, 加R平方, 减掉两倍的RB cosπθ。 好。 我们现在把B, 用这个值带。 带进去呢。 就是说我们去用那个值带。 那个值因为太庞大了。 我们就摆在那里。 电位就是那个值。 那S'就等于那个。 好。 现在, 我们知道电位了。 要求这一点的电场。 那我们就用这个式子。 E等于负gradient的V。 它是等于什么? R component, 是R univectal, 负R univectal, partialV over partialR。 那这个就是V啊。 你看, S跟S' 我们都没有带进去。 因为那个带进去, 这个式子太可观了。 就是这个。 就是你把V, 不是V, 现在对R做偏微分。 就变成这个值。 好。 那么, 它的θ component, 你乘一个R分之1, 然后对θ做偏微分。 它就是这个值。 我这里, 我们不去算它。 好。 那你们回去可以算一遍看看。 一R的值是不是这个? 一θ的值是不是这个? OK? 自己算一遍。 这里只是告诉你, 我们知道电位就可以求电场。 那还可以做什么呢? 我们说, 你知道电场以后啊, 你可以求这个球面上感应出来的电荷密度是什么。 感应出来的电荷密度是什么? 我们还是利用这个值。 这个要记得, 这个很有用哦。 以后都再用。 导体表面的电场, 方向跟导体表面垂直。 大小是导体表面局部的电荷密度, 被ε0来除。 那你现在就要求这个表面上的电场。 那我们刚刚求出电场的R分量, 跟电场的SETA分量。 对不对? 表面上就是说, 我的P点在表面。 当P点在表面的时候啊, 这是表面。 导体表面。 它1的SETA component就是0咯。 因为这个时候啊, R等于。 因为这个时候啊, 在这个时候。 它只有Normal Component。 所以SETA component是等于0了。 那么我们看它的S。 当它在这里的时候呢, S当然是这个值。 那S'呢? 当它在导体表面的时候, 我们刚刚不是求过这个S。 这一点在这里的时候, 它的S'是等于这个东西。 这个我们刚刚做过嘛。 前面做过。 好, 于是我们的ER。 R component就是Normal Component。 Normal Component。 好, 那它就是等于, 你把这个里头。 你把这个里头。 这S。 S' 用刚刚那个值带进去。 它就是这个值。 ER等于这个。 那我们再把它画简单一点。 所以, 4PiY0分之Q。 里头这个不动。 这个我们画一画, 会变成这个东西。 然后这两个分母都一样。 那你可以通分。 那这通分的结果, 我们可以把这个去画成这个。 你们自己去画一下。 这个就是什么? Normal Component。 Normal Component要等于这个。 然后这个Normal Direction。 因为这是一个导体球嘛。 表面在这里嘛。 它Normal Direction就是表面向外。 那就是跟R同方向。 所以它就是等于同方向。 那现在我们就把这个值, 等于这个值。 就可以求出Sigma Prime要等于这个。 这里是把S等于什么带进去了。 那这个就是球面上面电荷密度。 你看它跟Theta有关。 跟Theta有关。 再来, 我们可以求导体表面的总感应电荷。 表面密度有了。 表面密度有了。 表面的电荷密度有了。 我们就在这个地方取一个带状的。 环状的。 一个DA。 那DA是等于什么呢? 等于Rπ。 这个大小是RdTheta。 它的半径就是这个。 R3Theta。 2πR就是2πR3Theta。 称上这个。 这是DA。 它的感应电荷。 就是感应电荷密度。 称上DA。 对整个面来积分。 那我们就把这个带进去。 这个是Sigma。 我们刚刚求出来的。 DA是这个。 这个积分你们自己去求看看。 奇怪,他求出来啊。 正好是什么? 就是QPrime。 就是说, 这个地方感应出来的总感应电荷。 就跟刚刚那个影像电荷的大小是一样。 而影像电荷又跟外面的Q大小一样。 符号相反。 这个是影像电荷。 就说这个是表面上出来的感应电荷。 好,现在我们要问。 点电荷会在这里感应出一堆的影像。 一堆的负电荷。 那么它跟负电荷之间会有吸引力啊。 那就是说, Q会被这个接地的导体球面所吸引。 那我问这个吸引力是多少啊? 这个吸引力呢, 就是Q跟QPrime之间的静电力。 就是这个静电力。 那我们就可以写成F, 两个点电荷嘛。 两个点电荷之间的库伦力嘛。 那就4πε0。 这个距离平方。 这个距离就是A-B的平方。 然后这是Q乘上QPrime的绝对值。 方向已经确定是这个方向。 我们就用绝对值。 这就是它的吸引力。 那我们把QPrime带进去。 B带进去。 影像电荷的值带进去。 影像电荷的位置带进去。 它是等于这个值。 力的大小是等于这个值。 你看当这个R 圆小于A的时候。 就是说你这个R是固定的。 你这个A在很远很远很远的位置。 这比这个大很多。 或者这个比E小很多。 这就不要了。 在E的旁边, 这就是微不足道。 那就是变成A分之。 这A乘下来就A平方。 Q平方R。 那我们把这个Q平方R写成Q, 乘上QR。 那么, 这个就是什么呢? 这个就是表示, 这个力的大小相当于点点个Q, 与一个电荷极矩。 因为Q如果是电荷极的话, 它是电荷极电荷的绝对值。 是什么? 乘上这两个的一个距离。 那么, 这就是一个电荷极矩。 一个电荷极矩。 这两个电荷极矩, 这两个电荷极矩, 假如距离是R的话, 这个是电荷极矩。 相当于这个的一个Q跟QR, 这个电荷极矩之间的一个吸引力。 好, 我们再看一个例题。 这个例题是说, 我们这里有一个接地的导体球。 接地的导体球。 半径是A。 然后刺到外面呢? 靠近这个球的刺到外面, 刺到的也是一个圆环。 半径是B。 这里有一个环转的电荷。 总电量是Q。 如果你摆在这里的话, 我们要求这个Z轴上面, 距离球星Z远之处, 这一点的电荷, 这一点的电荷是什么? 这一点的电荷是什么? 我们知道, 这个电荷不是单纯由这一点的电荷产生。 因为这是导体球。 接地的。 你这里有一个圆环Q。 那它会在里头产生一个影像电荷。 所以, P点的电荷是Q跟它的影像电荷共同产生的电荷。 所以我们现在要把影像电荷求出来。 那么这个影像电荷, 我们就可以用前面的点电荷在接地导体球附近, 它产生的影像电荷。 你看, 如果这个影像电荷环转的Q, 总电量Q, 集中在一点的话, 集中在这一点好了。 那距离它是B远。 那它就会在这个里头产生一个Q Prime。 Q Prime, 对不对? 那这个Q Prime, 我们刚刚求出来是多少。 那么它跟球星之间的距离, 我们也知道多少。 可是这不是一个点。 就是这个Q分布在半径为B的圆周上面。 那么我们等等求出来的Q Prime。 它也不是一个点, 它是一个Q Prime。 它分布在, 它位置是R。 半径为R的圆周上面。 圆形都在这个圆点。 所以, P点的电位是由这两个圈圈上的电荷所产生。 这个圆圈半径是B, 电荷是Q。 这个圆圈, 这个环状的带电体。 它的电量是Q Prime。 它的半径是R。 那么以前我们知道, 现在我们知道Q Prime是等于这个值。 这个值分布在这个圆周上面。 这个圆周的总电量是它。 这个圆周的总电量是Q。 那这个R呢, 是等于A平方 over B。 那么根据我们以前, 我们不是求过吗? 一个环状的带电体, 电量是Q。 它在中心垂直轴的Z远之处, 它的电位不就是这个吗? 4πY0分之1Q。 到这里的距离。 这里的距离。 因为这个环状的距离都一样。 那它就是等于什么? 总电量。 这是总电量。 这环状的距离就是Z平方加B平方。 R平方。 开根号。 那这个也一样啊。 它不会是Q Prime啊。 电量啊。 那它也是等于Z平方加上R平方。 开根号。 好, 那现在我们就把Q Prime带进来。 R带进来。 就得到这一点的电位 是等于这个值。 这个就是利用点电荷在接地导体球附近 所产生的影像电荷来做的题目。 好, 我们再看一个。 这是一个无限大的接地导体平面。 不过在当中这里呢, 它鼓起来一块。 这是半球面。 这是导体。 都是导体。 这是导体。 这是一体的。 所以它的接地, 这个也接地了。 那我们现在在这个球星的位置, 也就是这个平面这个位置。 前面H远的地方, 有一个电荷Q。 点电荷摆在这里。 现在要求, 这个点电荷, 这个导体平面跟这个导体球的吸引力是多少。 好, 那么我们现在的经验已经告诉我们, 这个题目我们也可以用影像电荷来做。 对不对? 你用一般的, 我们以前学过的, 求点电荷的电厂。 一群点电荷的电厂, 要想求这个地方的电厂都不可能。 影像电荷的方法, 我们现在只能够用影像电荷。 这个电荷产生的影像电荷, 共同在这里产生的电荷, 来求它的利。 好, 那我们现在就看。 因为左边这个区域, 整个被接地的导体隔离了。 Q影响不到这个后面。 所以我们这个后面, 所以这个问题, 我们现在就可以当做是什么呢? 这本来是半导体平面。 对不对? 我们就把它当做一个导体球面。 这半导体球面。 这个变成一个完全的球面。 半径是A。 这是一个。 本来这里, 平面直到这里。 我们现在也当做全部都是平面。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知道。 利用点电荷在接地导体球面附近产生的影像电荷, 可以求出这个大小跟位置。 然后再利用这个电荷跟这个影像电荷, 是在接地导体平面的前面。 我们也可以求出它们的影像电荷。 所以这个影像电荷都可以求出来。 Q'是Q的影像电荷, 就是一个球面。 所以它的Q'的大小等于这个。 它的位置呢, B是等于这个。 Q'是它的影像电荷。 所以它是等于-Q' 就等于这个字。 Q'是等于-Q。 所以影像电荷的大小跟它们之间的距离都知道了。 Q受这个平面的吸引力就是等于Q。 Q受这三个影像电荷的吸引力。 我们现在就可以把这个吸引力求出来。 F,你看它受它的力。 我们先把这个当作正电荷。 如果这里三个都是正电荷的话, 它对P产生的力就是朝N的方向。 对不对? 我们假定这个是N的方向。 那么就是Q'被这个距离, 这个提出来, 这个距离是H-B。 Q'被这个距离来出, 这个距离就是H加B。 Triple'Q'被这个距离2H平方来出。 那我们再把Q' 되고Q'被这个距离3H平方向前下。 Q'等于多少便移3H平方向前。 Q'等于多少便移3H平方向前。 Q'等于多少便移3H平方向前, Q'等于多少便移3H平方向前。 我们就可以得到 这个值是这样子的 我们也不化解了 就是我们刚刚这个值 就是这样 它的吸引力就是这么大 我们今天就介绍到这里 这个例题是说 有一个导体 这是一个导体 不见得是那么整齐的 我画的就是比较整齐一点 在导体里面挖了一个洞 挖了一个球状的 球形的空洞 半径是A 在这个空腔里面 距离球形B远之处 我们放一个点电荷Q 那现在我们要问 这个空腔的表面 表面 它电荷 表面电荷 感应电荷密度 应该感应电荷密度的极大值 跟极小值是多少 在哪里是多少 在哪里是多少 要问这个问题 好 那么我们现在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就考虑 这是个导体 里头是空的 如果有一个点电荷Q在这里 那么它会在它周围的空间 这个空间 这个空间产生电荷 那么因此 这个空腔的表面呢 也会有电荷 那么表面电荷密度 跟这个表面上的电荷 有密切的关系 那么电荷 越大的地方 它表面电荷密度呢 就越大 因此 现在要问 表面电荷 极大值跟极小值 都在哪里 那我们就要寻找 电荷的极大值 跟电荷的极小值 是产生在表面 这个球面 的什么地方 找出来 知道电荷的极大值在哪里 电荷的极小值在哪里 那你就可以求 那个地方的电荷密度 好 那现在我们就回过头来看 这个问题就变成你要求电厂 有个点电荷要求电厂 你也可以先求电位再求电厂 但是 我们以前的方法都不能用 就是我们最初 那种最基本的方法 像什么点电荷 产生的电位 产生的电位 不能用 一群点电荷产生的电位 也无法用 因为它这不是点电荷 有点电荷没错 它会在这个 这个导体是接地 所以它会在导体的表面 感应出一堆的感应电荷 那这堆感应电荷它怎么分布 我不知道啊 所以你就不能用 电荷的分布 来求电位或者求电厂 那怎么办呢 我们就看看 能不能用影像电荷 就是我们前面学的影像电荷的技术 来求这个 来做这个问题 比如说我们在这里摆了一个Q 点电荷Q 于是我们就把这个球星到点电荷的连线 再延长这个当作X轴 那么在这个轴上面呢 我们取一个位置距离球星低远之处 我们说这里啊 有一个电荷是点电荷Q的影像电荷 那么这个影像电荷多大 这个距离低是多大 那我们等一等要把它求出来 好 所以现在我们就变成要问了 假如我假设它只有一个点电荷 那这个点电荷应该多大 这个距离低应该多远 好 要做这个问题呢 我们首先呢 就想到影像电荷怎么求 影像电荷怎么求啊 就是把影像电荷跟原来这个点电荷 共同在这个球面上 产生的电位 处处都要等于零 如果这个样子的话呢 那就好像是啊 这个点电荷在这里 这个球面 这个空星的这个球面 上面的电荷 上面的电荷 因为导体接地的人物等于零 就完全一样了 所以我们现在就先求Q'跟D 好 我们要把Q'跟Q 在这个面上产生的电荷 的电位等于零 我们要找两个位置 因为现在有两个位置数嘛 一个是Q' 一个是D嘛 所以我们找两个位置 它的电位等于零 那列两个方程式 就可以求Q'跟D 好 那么我们首先就 找这个最容易求的这两点 一个是在这个连线上面的这一点 叫P1 好 这个连线延长到这边 这个表面上一点叫做P2 好 我们看这两点的电位 P1的Potential P1的Electric Potential 它是等于四 它是两个点电荷产生的 所以我们就用一群点电荷的电位 来做这个问题 Q 在这里产生的电位 它就是4π YY0 这个距离 这个距离是什么呢 这个距离就是 半径A 减到这个B 分子Q 然后再加上 Q' Y0分子1 分子是Q' 分母是Q'到P的距离 这个距离 这个距离就是等于D-A 这个Potential 因为在表面上 我们令它等于0 好 然后再看第二点 V P2 也是由这两个点电荷产生 我们先看这个点 4πY0分子Q 这个距离是A加B 然后Q'在这里产生的这个Potential 是4πY0分子Q' 距离是D加A D加上A 等于0 就是两个方程式 对不对 可以解两个位置数 那么这是两个联力方程 很简单 课堂上我们就不去解它了 我们可以把这个值写出来 我们解这两个方程式 就得到Q'是等于-A over B 乘上Q 然后D呢 是等于A平方 over B A平方over B 好 记得啊 我们现在解除这两个来了 好 现在我们就可以用Q跟Q' 这两个点电荷 一个是真的电荷 一个是影像电荷 来求这个区域任何一个位置的电荷跟电荷 但是我们现在不要求电荷了 因为他要问表面感应电荷密度 我们就求电荷就好了 就由这两个电荷求电荷 如果任意一点的电荷是不好求啊 它是向量 可是这两点很好求 因为这两点 由Q跟Q'产生的电荷 不是同方向就是反方向 所以很容易求 那我们就求什么呢 求电荷的最大值跟电荷的最小值 比如说这一点 我们看下一张投影片好了 这一点这是正电荷 正电荷在这一点产生的电荷是这个方向 那Q'是负电荷 那Q'是负电荷 它产生的电荷也是这个方向 所以两个电荷同方向加起来 因此它应该是最大的 这里没有其他的地方 两个地方的电荷 由Q跟Q'产生的电荷是同方向的 那这个呢 至于这一点呢 由Q'产生的电荷是朝这一边 而由Q'产生的电荷是朝这一边 相反 相反的话呢 那两个相减 那就是应该是最小 电荷是最小值 因此我们就可以 记得这两个我们刚解出来的 Emaxima 它是由这两点电荷产生的 那就4πε0 Q在这里产生的电荷 这个距离是A-B的平方分之Q 然后它在这里产生的电荷呢 Q'在P温点 4πε0 这是D-A平方 那么Q' Q'是负的了 是负的了 所以是Q'本身是负的 所以这是负的 所以它的这个电荷啊 也是朝这一边 那我们现在就是把这个地方写成 D-A的平方 然后呢 因为这两个电荷要加起来啊 这个是负号啊 那就负负得正 或者你可以写 这里是加的 这个地方用绝对值也可以 这样表达也可以 然后你把这个Q'带进来 D带进来 然后把它整理一下 就变成这个式 因为这个很容易整理啊 我们课堂上就不去花这个时间了 那么1min 是这一点的电荷 它也是由这两个电荷产生的 比如说由Q产生的 Q正电荷往这边 所以它是-Q over A 加B 加B 这就是它的距离 平方 然后在这个 这个我们现在就用绝对值好了 Q'绝对值 它在这里产生的电荷 因为它 真正它是一个负电 所以它在这里产生电荷是朝这一边 朝这一边 朝这一边 那我们就 把它方向是朝positive x direction Q'绝对值 这个是A加D 平方来处 你把这个整理一下 就是这个值 那这个就是Emaxima 最大的电荷 跟最小的电荷 方向都有了 你看到没有 Emaxima朝这一边 Eminimum是朝负的这一边 你有了这个呢 我们就可以用导体 因为这两点也是导体的表面 这是导体 导体表面的电荷 跟导体表面 在导体表面的方向上面 那么它的大小是跟导体上面 导体表面上 局部电荷的电荷密度 被Y0来除 我们看P1 对导体来说 它的normal direction 是朝这一边 所以是什么 就是导体 对P2 因为导体在这里 normal direction 都是向Y 所以是正X 那现在我们就 说Emaxima 这一点的电荷 它是 就是这一点表面的电荷 它跟表面电荷的关系 而我剛剛求出來e-maxima是這個 那n在P1點 n-univector等於-x 所以這個跟這個方向相反 這個等於-x 因此我們就可以求出sigma prime等於負的 這個y0約掉了 它就是4πa-b的平方 分子qe加a分子b 這個單位是coulomb per meter square 我們看1min 就是這一點 它跟導體表面電荷密度是這個關係 而剛剛我們求出來e-minimum是這個方向 那麼n要等於x 所以我們求出來這個sigma prime還是負的 這個約掉 這個約掉 這個ipsum 這個ipsum 0要去掉 沒有這個東西 4π 或乎a-b平方分子qe 這個沒有ipsum 這個要去掉 好 我們就把這個問題做完了 好 我們再看一個例題 兩個點點和positive q 跟negative q 它分別放在這個 它分別放在這個 這是一個導體 球狀的導體 它的半径是a 而且是接地的 半径是a接地的 放在它的直径的左右兩邊 距離球星都是低遠 你這麼放的時候 那現在我們要問 這個系統影像電荷構成的電偶級 影像電荷就是 因為這個是球面 它在這裡的影像電荷是它 q 在這裡的影像電荷是q double plug 這兩個影像電荷 這個是正的 這個是負的 它就構成電偶級 對不對 電偶級 那麼這個電偶級 它的偶級矩是什麼 這是電偶級 你要去偶級矩的話 那你就把b求出來 就是你這兩個影像電荷 它的位置求出來以後 這個b不就知道了嗎 因為q是影像電荷的大小 b是影像電荷的位置 對它來說 因為這兩個對稱的 所以它的影像電荷在這裡 這個也是b 你把b求出來 那q prime q prime的絕對值乘上2b 那就是電偶級矩啊 第二個要問 當d approaches infinity 就是當這兩個電荷距離球星 無限遠的時候啊 那麼球外 在這個距離球星 一個有限距離的地方 它的電場是多大 好 第三個要證明 球面上的感應電荷密度 這個感應電荷密度 因為它接地嘛 你有電荷在這裡 所以感應電荷密度 就有感應電荷 它的密度是這個 裡頭的伊靈是什麼呢 伊靈就是由這一對電荷 在這個上面所產生的電荷 表面上產生的電荷 好 那現在我們就利用我們已知的 我們這個以前做過 一個點電荷 在接地的倒底球附近 它會有影像電荷 這個影像電荷的大小 就是這個 它的位 它的 它的 位置 它跟球星的位置 就是a平方 overd a就是這個倒底的 半徑 半徑 我沒有畫出來 因為再畫出來 這個就太亂了 圖就太亂了 看不清楚 好 我們可以知道 q prime 是它的影像電荷 這個是負電 所以它就是正電 q double prime 是正q的影像電荷 所以它是負的 因此這個q prime 就跟q double prime 跟q prime 大小相等 符號相反 有了這個了 這第一件事我們要做的 把影像電荷的大小求出來 它的位置求出來 這個根據呢 就是根據 一個點電荷 在接地倒底球附近 所得出來的 那你可以在這裡 你要寫這個的時候 你就寫說 根據點電荷q 在接地倒底球附近 所產生的影像電荷 跟影像電荷的位置得知 就是這個就可以了 不需要再去從頭做一遍 好 因為q double prime 等於負Q prime 所以這一對 就是電偶級 那它的偶級矩呢 就是這兩個電荷的絕對值 我們就取這個正就是這個 正的就是Q prime 乘上兩倍的d 兩倍的b Q prime乘上這個距離 這是大小 方向呢 它是從負電到正電的方向 所以它就是x direction 那你現在把Q prime帶進去 Q prime 然後b帶進去 最後就得這個 這個跟這個是一樣的 對不對 就證明出來了 我們再看part b part b就是當Q跟Q prime相距無限遠 就是距求心無窮遠的時候 我們先求這一點的電位 它要求電場嘛 我們先求電位 這個電位 是這兩個點點點核產生的 所以我們可以用 還有兩個點點核之外 還有當中這是一個diple electric dipole 你不需要再用兩個點點核 四個點點核來算 就直接用electric dipole moment 產生的potential就可以了 這個產生的電位呢 4pi epsilon r positive 分之Q 它在這裡產生的點核是 r minus 4pi epsilon r minus分之負Q 然後電偶級距離這裡是r遠 這個角是theta 就是diple moment 跟這個距離 跟這個位置相當之間的夹角theta 那麼根據我們第二章就知道 一個diple moment 在這個位置r跟theta 就是r 這個位置產生的potential就是這個 它是r平方 跟r平方成反比 那麼其中r plus 我們可以用這個三角形來做 余旋定理 它就r平方加d平方 再減2rdcos pi-theta 這是pi-theta 就變成pi加c 就變成加的 好 大家都把d提出來 提出一個d平方來 那這就變成1了 這個就是d平方分之這個 這個就是r plus是這個 r minus也是一樣 r minus我們就用這個任意三角形來求 這個平方等於這個平方加這個平方 減2rdcos 這跟這個處理方法是一樣 我們提出一個d平方 就變成這個 在這個地方 看好的 呃 我們在一個製造 неё garde